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日本政府要在月底举办国葬仪式 而记者也折级国葬会场日本舞蹈馆 很多的警车来回巡逻加强戒备 而总统蔡英文直派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嘉全 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以及驻日代表谢长廷 共同组成代表团出席国葬仪式 谢长廷指出总统的决定考虑到超越党派 而且三言都与日本有渊源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将要在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 来举行国葬 而他的国葬地点就是选在这里 日本舞蹈馆来举行 虽然部分民众支持 但安倍国葬在国内出现极端正反两派声音 距离国葬还有超过一周 但为了加强警力戒备 许多警车现场来回巡逻 不只警车 日本东京北志文公园外也贴出公告 上头大大红字写着 九月十九到二十号这两天 要准备国家重大事件 暂停对外开放 日本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出席安倍国葬的国外政要 以及国会议员高达六千人 台湾派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驻日大使谢长廷 谢长廷强调跨党派人选相当妥当 不会有杂音 台湾派出三位院长及代表出席国葬表示对安倍晋三哀悼之意 而台日两国好交情 基层民众也相当有感 十个五十年日本再度举行国葬实践调宴外交 也再度彰显台日坚定情谊 接着林世环 陈玉婷 日本东京 中文族 中文族 在节拍摄 中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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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姥 中文族